大家好 这两天有还有问到一个问题 就是自己 从网上买一些 蝴蝶兰回来 发现买回来之后 这个根系出现腐烂了 接下来 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这期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为经过长途的印输 这个根系受损 受损之后 出现细菌的感染 出现腐烂 也是比较正常的现象 那么我们接下来处理的话 首先要做的就是 重新给它脱盆 把里面的一些 浪根全部给它剪掉 然后 再给它用上 杀菌药 像这种 厄米林 来给它浸泡 大概 15分钟左右 那么再重新给它上盘就可以了 但是 如果带花的 我们一定要将这条花杆给它剪掉 因为根系腐烂 它的吸收养分的能力变弱 如果说这个时候 带花杆不剪掉的话 它很容易消耗 植株里面的一些养分 然后导致这颗蝴蝶兰 活不了 所以说 大家遇到这种情况的话 一定要给它剪掉这个花杆 然后记得用上这种 杀菌药 厄米林 来给它浸泡 15分钟 再给它重新上盆 所以大家在网上买五迭兰的话 一定要找一些可靠的商家 口碑好一点的商家来购买 不要单便宜 好了 这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 下期再见